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就是Lyka拍攝的第一張照片的背景 其實在Wesler這個城市就是Lyka的發源地 所以Lyka一定不可以錯過 由舊城的打卡點走三分鐘左右 就來到這間一天只開三個小時 還要不是天天開的佛系古董相機店 為什麼可以這麼罰他? 因為老闆一點都不惹小的 一遍,我曾經有每個Lyka的模式 Lars經手過很多部稀有相機 就連Lyka都要找他做顧問 Lyka的目標 In the 1950s,the boys were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screen of the shops and saw the camera and couldn't afford and when they got older and it was 1970s they had a good job,a good salary they re-bought their cameras which they missed in the 50s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Lyka collection 如果Mr.Nethilfiel喜歡你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他一些很珍貴很珍貴的藝術 這一部其實就是Lyka第一部商業相機 其實黑色最普通的一部就有6萬部 但這部金色的就全世界只有92部 他剛剛跟我說價值400萬 就是我握住了7樓 而這一部Lyka 其實全世界當時只有40部 他還要是拿過去二戰的時候 所以其實很多他的同伴都已經消失了 還有這個50年代的M3相機展示台 由於展示台本身 很容易被人覺得是垃圾丟了 加上脆弱不易保存 對於Lyka發燒友來說 就好像撿到寶一樣 所以很多人都問我 你怎麼可以把這個購物 而不是不購買一份 我喜歡一份 我經常買了 然後保存了一段時間 保存了一段時間 然後我回到它 說明朝聖又怎可以不去總部呢 Light Park在舊城3公里之外 可以乘巴士或的士去到 他現在帶我們去Lyka Main Building的天台 他說不是很多人上去而已 天台又有什麼好看呢 因為這裡的建築要從高位看才看得明白 所以我們在建築中用了一些攝像機器 例如 Tower1是形式的樣子 而Tower2 Tower3 是形式的樣子 而第一大樓地下是展覽廳 展出多部有歷史意義的相機和相片 最精彩的都是可以親眼看到 相機和鏡頭精密的製作過程 這部就是第一部Lyka相機的樣子 不過就是複製品 因為真的部在保險箱裏面 價值兩億是全世界最貴的相機 她還有一部姐妹機 不過不知道去了哪裡 如果你找到就賺到兩億了 Lyka的鏡頭 出名在她有很多工序 仍然堅持人手完成 我發現 員工幾乎都是一些有一定年紀的女性 難道是支持婦女就業 那些女人有更感激的手 因此我們在Lyka的工序 在Lyka的工序 是女人 其實我們沒有任何工作人員 或男人 在這個工作步 所有Lyka相機 最後就會送到這裡組裝 然後出生 每天用人手製造 就可以組裝到 大概100至200部相機 Light's Park 園區 除了有Café和店 還有去年樂成的酒店和博物館 舉辦不同的主題攝影展 粉絲絕對可以在這裡留整天 蘋果凍新聞已經正式進入會員訂閱鍵 如果你還未登記 你就會見到註冊提示 立即免費登記 盡覽蘋果凍新聞全部精彩內容 蘋果凍新聞 訂閱新世代 立即登記